花蓮市主安社區發展協會也舉辦了 《輝豪迎兔說客與正春聯》活動 邀請到回蘭師社王鼎之田玉生 富蓮城王安柯等世衛蘇法名家當場輝豪 還搭配了說客與唱客家歌的活動 吸引了很多鄉親前來參加 花蓮市主安社區發展協會 辦理《輝豪迎兔說客與自尊春聯》活動 實踐立委婚姻服務處主任 花蓮市主安設計發展協會理智長初輝民表示 協會號召主安以及主農理的鄉親 透過說客與拿春聯活動傳傳客家文化 連結客家鄉親與紀律以及共識 邀請鄉親為我們認同客家 了解客家進而起來客家文化 初輝民也特別感謝花蓮市社 出發大師王鼎之 富蓮城晚安科為鄉親揮毫 以上社會大師各有專長 而春聯作品展現四位書法家人的人品 書品、德品、學問、秀養等兼具 花蓮市主安社區發展協會 舉辦了我們《輝豪迎兔說客與》的鄭春聯活動 這次我們的活動宗旨也是為了要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然後希望大家民眾可以在年末進行除舊不新 在新的一年可以利用書法書寫 然後我們請到了書法家來到這裡 然後現場揮毫贈送春聯給大家 這次我們的活動目標也是希望透過我們協會號召主安主農理的里內鄉親 然後與花蓮市市公所的客行所合作 然後在社區活動中心學習客語 然後透過客語拿春聯的活動來傳承我們客家文化 然後結合了客家的鄉親之凝聚力等共識 然後邀請了我們里內主安主農里內的鄉親們 以及我們各界好友來到這裡認同客家 了解客家文化 盡了喜愛我們的客家文化 最後在這邊預祝大家兔年行大運 新年快樂 一個中式文化的民主才是國家重要的根本 協會在農曆新年到來之前 特別舉辦書法會號文化活動 並且凝聚客家鄉親的力量 深居意義 而前來參加的活動 地方民意代表相當的多來迎接新的一年 協會表示藉由春聯商祝福的字句 帶動過年的氣氛 允許客家鄉親和社群的相信利益 記得請問黃小伯朗